以色列跟磊巴倫很主動的衝突 也增加主來主向 以色列連接說叫磊巴倫 法國總統馬克宏 就讓國際要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關注 如果以色列總理 若他承認他 他批評禁止送武器的國家 應該的感覺競爭才對 以色列跟磊巴倫 部長做一個很主動的衝突 是越來越嚴重 但是以色列對磊巴倫 收到北魯特和南部地區 活動連接很多的攻擊 同一天又公布一段 雅萍說發言很主動 用攻擊以色列軍事捧槍 等250公斤設施裡面 沿路都有軍事裝備 加牛市罪罪不足 在以色列調來 按摩托烏托烏托烏 將捧槍控訴起來 對以色列的國代攻擊 日本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在撤過的法治國家 方向被報告是面對 後有各國停止 管管以色列選舉政治改革方式 還說同鄉共調 以色列有主意款 但是也配平以色列中立 納坦亞胡對日本 頂起地面行動 好有應該要繼續停會 雖然馬克宏恩根倫 对着法国国来做派进所的支持 今天就让雅虎批评对以色列的实施 目前经文的先公国家都应该要感到建设 中党从德都来到严重 国家也继续退缴 二组在这些退缴班级 在背离二百年之后 拖过已经平安培到塞浦勒斯 达纳下还有几件事 四路法科的第一批 四十六人的退缴班 也平安回去到当局的首都 不然提示拉罐 还有第二批四十四名的公民 也会冠近退缴 在一家同意期的导致 也在当地拖过 在文国国的公民 差不多三百五十人 为二百年在日本里港出发 就害了退缴二百年 恭喜新闻带记到我们编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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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